刑事局又破獲疫情 警方破獲了一個詐騙集團 詐騙案那麼的多 台灣每天有1萬個人都會接到詐騙電話 一年下來被騙走了37億台幣 這個金額換算下來 可以讓你買386萬份的雞排跟珍珠奶茶 詐騙產值一年上千億 GDP卻還在掙扎正負一 知名作家南方硕撰文有妙解 真的重的問題 政府都不去管 南方硕認為如果把詐騙業 和出口的高端性產業都算進去 那麼第三季的GDP一定不會是富的 做的金額來確實非常非常龐大 大概幾百億人民幣跑不掉 看看南寧詐騙案 10萬台灣人百億老本血本無歸 先生我是吳小姐 方才有介紹過你好 電話詐騙更不用說 2014年光是登記有案的 就超過6000件 太常白是不好意思 或者是我是你的誰誰誰 詐騙話術梗老到人人都會背 不愛忽視猜猜我是誰 恭喜重大獎 我是你的誰偶爾嚇嚇你 政見被人冒用了 整體的數字基本上是在下降 因為電信詐騙它的定義 基本上它會分的非常非常多的類型啊 詐騙集團磨高一尺 警方雖然道高一丈不過人數難以估計 但是呢一向很敢講的大陸全國人大代表 陳偉才說 台灣有10萬人靠電話詐騙吃飯 一年騙走大陸人440億台幣 像有人推輪一出來那種 就會覺得說他其實是後面人租死的 於是南方說又說了 現在台灣恐怕已經需要靠 詐騙和性產業出口就經濟 對政府話說的酸連打的響 但也有弦外之音 但是他提到了一個可能性就是地下經濟包含了 這個擺攤 然後包含了賭博 包含了性產業 就因為政府無能 正規經濟萎縮 才讓地下經濟大行其道 因為詐騙案件 我們的非約定帳戶之間的轉帳 額度被限制的非常小 結果支付寶來台灣 螞蟻金融來台灣 地下經濟真實存在 只怕是政府假裝視而不見 東森恒靈新聞綜合報導 線人 絲 也不見 會 議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